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們城市走毒節目 今天來到光點台北 這一棟很美麗的建築物 那很榮幸可以邀請到 光點台北的行政總監淑貞 來為我們做介紹 淑貞你好 你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光點台北的行政總監淑貞 那今天非常榮幸可以由我來 為大家介紹一下我們館的歷史 跟我們館現在經營的一些現況 好 那就麻煩淑貞來幫我們 介紹一下這棟建築物它的前世今生 那各位朋友可以看到這棟白色的建築物 這棟建築物它是建造完成於西元1926年 也就是日本統治台灣的年代建造完成的 那當初這個建築物一開始的時候 它是作為美國的領事館的使用 那在當初建造完成的時候 就是美國領事館的顧名思義 就是有點像我們現在可能就是 要去辦理一些外僑事務的一個地方 對 相關的一些比如商務 商務或是申請護照 以前的那個年代是這個功用 大家可以看到這棟建築物 因為它是日治時期建造完成的 所以它整個的建築風格 其實有一點就是西式的一個建築 那尤其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這邊 很多人在裡面喝咖啡廳的這個地方 這個建築物一開始是作為美國領事館 那中間因為二次世界大戰的關係 那曾經都有做過不同的用途 包括作為美軍武官處等等 那最後一個用途是作為美國大使的官邸 那在中華民國與美國有外交關係的時候 派駐了第一任大使 藍清大使 那當時他選擇這棟白色建築物作為他的官邸 但是很有趣的是 因為那個時候這個建築物 作為美軍武官 海軍武官處的一個辦公處 所以那時候藍清大使並沒有住進來 那他是住在陽明山上的美軍宿舍那邊去 那直到第二任的大使 莊萊德大使 他才有真正的住進這個官邸裡面 那一直到中美斷交之後 這棟建築物因為試射的外交機密的關係 就是最後來在東美斷交之後 他最後一任大使 安克斯大使離開台灣之後 這個建築物就關閉了 那直到1997年 這個建築物因為它的歷史價值跟意涵 然後被當時內政部指定為三級古蹟 然後在1999年的時候 台北市成立了台北市文化局 然後第一任的文化局局長 也就是知名的作家 也是我們第一任文化部部長 榮應台女士 那他的任內呢 針對台北市像這樣的一些的 閒置的一些歷史空間 然後重新規劃再利用 那當年呢 他就選擇了這棟建築物規劃為一個 以電影藝術為主題的一個主題館 那我們等一下會進到這個館的各個空間 那就可以看到說 這個古蹟的這個空間呢 他重新規劃 因為當年呢 他很有趣 他並不是說把它復原成原本大使官邸的樣子 就是說把它恢復整 對不是 他是重新轉化了這個空間的使用的一個部分 所以像我們現在看到 咖啡廳的部分 現在很多人在喝咖啡的地方 那原本這個 這個空間呢 是原本大使官邸的接待室 就是歷任的大使 他們會在官邸這邊接待一些賓客 比如說像 第二任的大使莊來德大使 對 他之前 他跟他的夫人都很喜歡藝文活動 那他們就會在官邸裡面 就是 會邀請一些藝文人士來官邸裡面做客 或者是說像歷任大使在美國國簽日的時候 他們也會在官邸裡面辦派對 那就會在接待室那個空間 就是接待來訪的賓客 那 大家看到戶外庭園的部分 就很多人現在坐在戶外咖啡廳那邊 庭的部分以前是大使官邸的花園 那花園的 像我們背後 現在測水馬龍的這個中山北路 以前是赤石街道 那赤石街道呢 就是 以前 日本皇太子他去朝拜台灣神社的一個主要的道路 台灣神社就是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是查詢的話 就是現在其實圓山大飯店的那個位置 就是以前台灣神社的一個地方這樣 好 那我們再往這邊裡面移動 好的 所以他內部的空間就是以前是做為管理應該就是一般生活的 應該從今天整修之後呢 他就變成不同的用途 所以就是整修的時候就是內部空間有在做重新規劃這樣子 對 好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空間呢 大家可以看到光點電影院的部分 那電影院的這個空間呢 原本是大使官邸的車庫 那他原本以前是可以停兩輛車跟放發電機 那現在就是在整修之後呢 他就改建成一個藝術電影院 那裡面我們目前是有82個位置 對 所以是裡面那個空間以前是車庫 這個空間 應該是說這個空間 其實可以注意到你看我們的建築物 我們真正古蹟主體的部分呢 其實只有這個白色的建築物主體的部分 很明顯可以看到電影院這個部分是後來增建的 對 所以他其實並不屬於古蹟主體 但是我 對就是真正古蹟是這個白色建築物的地方 那這個是車庫的位置 對 那只是說後來整個館重新整修之後 他這邊就規劃為一個藝術電影院 那剛剛有提到 第一任的文化局局長龍映潭女士呢 龍局長 他當年就是找了台灣知名的導演侯孝賢導演 那侯孝賢導演 有一個台灣電影文化協會 就是我們協會 就委託 就由文化局委託給台灣電影文化協會 經營管理這個空間 那我們是從2002年11月10號開館 然後今年目前 今年是2022年嘛 我們今年即將邁向開館20週年 那當年規劃的時候 因為剛剛有提到 他其實就是轉換了他原本大使官邸 他並沒有像有一些場館 他可能把它復原成說像名人故居那樣的形式 因為這也是很有趣的地方 是因為他當時以前是美國大使官邸 那其實大家可以理解到 最後一任大使離開台灣之後 所有的該帶的實料 重要機密的文件他該帶的 就是其實這個館的空間 並沒有留下任何的實料 實料可以東西可以做成列 對 那所以當初他在重新整修之後 規劃再利用之後呢 其實他就做了一個重新的整個的規劃 就是說包括裡面的空間的使用 空間的格局沒有什麼太大變 但只是說用途都跟以前不太一樣 就像這個現在可能很多台北市民 或是外地的人來到這邊 觀光客來這邊 可能很常會知道光點著名的 就是我們的電影院的部分 那電影院我們跟一般電影院一樣 播放 但是我們主要是以播放藝術電影為主 那跟一般電影院一樣 就是要去購票然後看電影 然後我們放映的就是 像現在海報牆上看到的就是 我們目前正在放映 或是我們之後要放映的電影 那我們除了放映一般的藝術片之外 我們也會不定期的 每年也會不定期規劃主題影展 然後我們邀請策展人來幫我們 規劃不同的主題 然後向國外跟國外去邀篇這樣子 對 這裡這麼漂亮應該 大家也是很愛在這邊拍照 對啊我們是 我們的咖啡廳那個玻璃屋的設計 還滿多網美會來這邊吃蛋糕 對拍照的 對 可是它那個空間它以前就是 這樣子玻璃窗怎樣 對 其實大家都會常常有一個疑問就是說 現在你看到這個房子的一些 比如說窗戶啊 或是說它原本的 其實它在修復的時候 它就是按照 當然跟當年1926年的 領事館的樣子一定不太一樣 就像我們每個人家裡的房子 我們可能中間會經過一些整修啊 或是重新裝潢等等 那其實這個房子也是一樣 它在領事館時期跟後來它變成官邸 跟到現在 其實都或多或多或多都有一些不一樣了 對 那但是 這個 01年開始的這個整修的工程 它是依據它當時的 這個建築物當時的樣貌去做整修的 所以大家常常在說 欸這個玻璃屋 那時候它的設計就是這樣 它是真的是玻璃屋 對 並不是說後來還把它變成玻璃屋 就是一開始就是一個採光很好的設計 就是應該是說在官邸時期的時候 它就是這樣子的規劃 那 比較特別的是 它的柱子的部分 這邊可能要走過來這邊 就是 它的柱子的部分是雙廊柱的形式 這是仿造希臘 就是希臘 如果大家去過希臘的話 希臘神殿上的柱子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樣式 對 這是這個建築物滿具有特色的一個地方 像我們近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那很多人都是會來 辦戒場地 辦戶外的婚禮 那很多新人他們 因為很常借咖啡廳跟戶外的庭人去辦婚禮 那很常在 就是他們也會順便在這邊拍婚紗 對 那像很多 很多新人他們就說 欸因為像現在有一些拍婚紗 可能都是假的 假的那種建築啊 像是我們這邊的這個建築 因為是真正的古蹟 所以就是還蠻 他們就覺得很有味道這樣子 對